又一个体谈叛徒,国脚儿子,陆日即为日本效力,父亲却听之认知,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Chop体育,众所周知我们的国足,最近一直沉浸在球迷们的骂声中,原因相信大家也都知道,都是世界杯惹的祸,看着别国的球员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吃炸风云,而自己家的球员却挺着啤酒度享受生活,自然也就心生不满, 不过这都是过去式了,可能是足协也感觉现在的状态不行了,所以现在也就改变了制度,现在国足的大门已经向华裔打开,对于华裔球员处开放态度,球迷们也该都知道,国亲队的混血黎腾龙,黎腾龙但是近日传来的一则消息却让人很心寒,前国脚高山的儿子高宇扬选择加入了日本国籍,为日本征战, 虽然这是他自己的选择,但是国足正是需要新鲜血液来改头换面之际,流淌着中国人血液的高宇扬,却毫不犹豫,得选择加入日本国籍,高宇扬,而且高升,对于这件事也是听之认之,一直说由儿子自己做主,高升想必老球迷都不陌生,也是之前著名的国脚, 最出名的一场比赛就是对阵日本时,受伤之后也坚持比赛,头上缠着绷带也要坚持上场,赛后更是缝了十一针,高升但是也是因为他对阵日本打出了名堂最后选择到日本踢球, 之后就与日本女人结了婚,有了儿子,他的儿子可以说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运动天赋,早早的就名声在外, 千年二十岁的他就已经赢,来了自己的J1联赛的生涯首秀,高宇扬不得不让人感叹中国有太多的天才外流了,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?欢迎留言评论,也欢迎为我们TOP体育点点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